Hello大家好,我是CC 今天要给大家录这支视频是关于我2018年的年度最爱 终于要录这支视频了,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激动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我2018年有用到你一些好用的东西就继续往下看吧 所以今天这支视频我想按照大概的上妆的顺序来讲这些产品 第一个要给大家说的呢就是防晒 防晒这个东西我是不管阴雨天啊,室内室外每天我都会擦的一个东西 防晒我推荐这一款 它是CPP家的一个防晒 大家都知道日本很多东西都分什么日本版呀,国际版之类的 我是日本版跟国际版都有用过 但是我用下来感受我是更喜欢国际版 不管哪个版本,就是那种非常滋润的乳霜的质地 所以干皮会特别喜欢这款防晒 因为像我这种懒人,我底妆上用最多的就是一支防晒 然后加上局部的遮瑕 所以我对防晒的要求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吧 就是它一定要有一定的润色效果 日本版的它是基本上不会改变你的肤色 不会有提亮的效果 但是美国版的这个,我觉得它提亮的效果特别的厉害 所以你上到脸上很容易呈现出那种特别透亮,特别白皙的感觉 但是它是防晒嘛,它没有遮瑕力 所以后续我会局部的去遮瑕一下我的黑眼圈呀 或者是有痘印的地方 然后再说一下妆前吧 这个是 Too Faced Hand Over Face Primer 它挤出来是这个样子 是那种比较像轻薄的乳液的质地 而它味道很好闻,是有一股椰子水的味道 如果你是干皮,而且冬天你觉得你的妆特别的不服贴 我就特别的推荐这一支 这个是它特别的轻薄,它不会有搓泥的现象 而它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贴妆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这个你会特别的喜欢 底妆的话我推荐两个 我先说这一款吧 这个是CPB的Radiant Fluid Foundation 它挤出来是这个样子 这瓶我差不多快用完了 基本上也不太有流动性的那种 但它推开之后特别的轻薄 这款的话你直接用手来涂都是特别方便的 所以如果你赶时间的话 没有时间去拿你的刷子呀,海绵带呀 就你直接用手推开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出来的效果也是很有光泽感的效果 特别的自然 但如果我今天皮肤的状态不太好 比如说我长痘痘,有痘印之类的 我就会用这一支 它挤出来的感觉有点像膏状的 就它的浓度会比较的浓 如果今天我是用它来作为我的底妆的话 我基本上会用海绵蛋来上我的底妆 推开也是挺丝滑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两支主要的区别就是 这一支的遮瑕力更加好 这一支更加的清透自然 如果我是皮肤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肯定就会选择这一支 如果皮肤状态很好的话 我就会选择这一支 它们家底妆就持妆力特别的好嘛 我基本上涂它们 如果我戴妆时间特别的长 比如说十几个小时 然后卸了妆之后 脸上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像我的皮肤 可能是有一点点敏感吧 如果用到不好的底妆类产品的话 卸妆之后会起那种小疹子 但用它们的话 就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 所以说它们是贵妇型的养肤粉底液 我觉得还挺有说服力的 然后在这遮瑕 遮瑕我推荐的 也是CQE他们家的 我觉得这个遮瑕在我这里 属于一支万能的遮瑕 我觉得它既可以遮痘痘 也可以遮泛红的地方 也可以提亮眼下 遮黑眼圈 大家肯定会问 它遮眼下会不会干 会不会卡纹 我觉得吧 如果你用这种粉妆东西去遮眼下 就是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卡纹的 但是他们家这一支我觉得就是好很多 比起我用过的那种遮瑕膏 遮瑕霜来说 会好很多 在这里 是很好推开的那种 我这个色号是Ivory 别看它小小一支 这一支只有五克 但是我基本上这一年就是 基本上每天都在用 就是这一支还没有用完 我觉得太精用了 我是坐长途飞机 随身的化妆包里面肯定会装它 因为它特别小一支 然后你下个飞机补个妆什么的 就是擦两下马上搞定 这特别好使 然后再说一下定妆的产品 我推荐的是Laura Mercier的这一支 它打开长这个样子 这里打开 有一个自带了一个小粉铺 它的优点就是上到脸上非常轻薄 而且让你的妆容呈现出来的感觉 是那种白白亮亮 白白净净的感觉 我今天脸上这个妆容其实也是用它了 它这个粉心是白色的 但其实你抹在脸上抹开了之后 其实就没什么颜色 它是透明的 就很神奇的是 每次我涂它之后 脸上就会呈现出一种白白嫩嫩的感觉 因为它就是比较的显你皮肤白嫩嘛 感觉你的苹果肌也会提亮了 也会更加的烹润一些 然后我觉得这块粉饼 干皮可以用 油皮也一定会喜欢 它的控油力还是挺好挺不错的 然后就到了我最爱买的产品 就是眉毛的产品 这两支都是直寸绣的 这个是砍刀眉笔 这是砍刀眉笔的便携版 因为我不是太会削 那砍刀眉笔那个样子 所以我一般都是用卷笔刀 直接削成这个样子 如果你削成像我这样顿顿的 你画出来的眉毛就像我今天画的这样 是毛绒绒的感觉 就特别的自然 但如果你把它削得很尖很锐利的话 你出来感觉就是比较欧美一点 就可以画得很精细 然后很立体很干净的那种眉毛 如果我是要出门旅游啊回国啊 那我就会带这个便携吧 因为它比较方便 它这边有一个这个小刷子 所以比较方便去整理你的眉毛 色号我推荐的是02号 推荐这个色号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赶时间 或者如果你包包很小 带不了很多东西的话 这个色号不仅可以拿来画眉毛 还可以拿来画眼影 还可以拿来做修容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出个视频 关于这支眉笔 怎么做一个全脸妆容的视频 然后睫毛膏也有两支给大家推荐的 一支就是之前的视频 给大家说过的 兰蔻的这个催眠 催眠的防水版 还有特别喜欢的一支 就是恋爱魔镜的这一支 我今天眼睛上就画的恋爱魔镜的这一支 它的刷头是挺大的那种 然后你可以看到里边有很多纤维 不敢每次刷它吧 如果你刷两层 就可以刷出那种假睫毛的效果 然后兰蔻也是线长浓厉效果很好 会把你的睫毛显得是很风盈的那种 就是像翅膀展开的那种效果 就这两支都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效果的睫毛膏 不会苍蝇腿特别的干净 然后防水不晕装 然后再就是眼影的部分 这个相信大家应该很多人也知道吧 你看标签都快被我磨掉了 是NYX的这个16色眼影盘 这个由于我太经常用了 然后总是把它背出去 然后这个case就被我压坏了 首先是它这个颜色配色就非常自然 非常好看 而且有我很喜欢的这种脏橘色 红色系 整个就是很温柔的一个大地色系 所以它实用度特别的高 它的粉质我觉得是浓淡程度刚刚好的 因为像很多欧美的眼影啊 它的那个显色度太高 你很怕一下去下手就太重 但这个其实它的显色度是可以慢慢堆叠上去的 这个眼影盘是我18年上半年的时候用的特别多的 因为它基本上所有你需要的颜色都在这一盘里边 色号是这个03号Warm Neutral 我今天眼睛上这个妆容也是用这一盘画的 然后还有一盘就是我之前也说过的 Chu Faced Gingerbread 姜饼小的 当然有一点就是这一盘好像是个限量盘 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够买到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附近的Sufla 有没有这一盘 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大家赶紧入手吧 我觉得这盘就挺好看的 挺值得入手的 再来说一下高光板 Hourglass的这个高光棒特别好用 它是这种三角状的 尖头的地方你用来提亮 细节的地方 眉骨下方 就比较精准 就比较好画 我一般就是用手这样抹在手上 然后点在自己苹果肌啊 颧骨的地方提亮 而它的光泽感不是那种油腻的光泽感 是这种很讨人喜欢的水光感 色号是Shamping Flash Shalletubry的这个剑把腮红 这一块就基本上是哑光的 我一般就是混刷这样子 它这个色号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粉色 我今天脸上就是用这个 但是相机有点吃色 可能有点显不出来 我再加一点吧 而秋冬啊 我就觉得用这种很自然的 然后雾面的腮红 就特别的好看 特别有质感 Fenty Beauty的一个修容膏 我用的这个色号是Amber 它涂在手上就是那种 不会太红 不会太灰 它特别的好晕染 轻轻的把它拍开 就可以晕染得很好 因为我是给大家看这个颜色 所以我涂的比较多一点 其实大家在脸上的话 就是不用这么多 每次我只要用这个 我妈看见我了都会说 你是不是又瘦了 我就感觉就是这个修容膏的功劳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唇膏的部分了 这里边有两支是韩国的 就先从这两支开始说起 一个是这个Bibia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念对 他们家的化妆品 就是特别便宜的那种 我这个好像就几十块钱 可能三十块钱左右 质地也特别的好 就是很像奶油慕斯的那种唇釉 色号是09号 我夏天的时候买了这支 基本上天天都在用 这个不是什么限量色 大家赶紧去买 真的很好看 第二支也是我今天嘴巴上擦的这支 3CE的唇釉质地也做得特别的好 也是那种奶油慕斯状 我嘴巴上是薄薄的涂了一层 我一般就是把它点在嘴唇的中间 然后用手指拍开 这个颜色最大的优点就是显白 就特别的显白 冬天涂这种哑光质地的唇膏 就特别的气质 特别的有质感 如果你是把它涂整张嘴的话 它也出来效果特别好看 就是给人一种很冷艳的感觉 Fenty Beauty的一个唇膏 其实我特别喜欢它的包装 就小小一支 然后bling bling的 它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脏橘色 反正我好像今天说的 都是比较偏橘调一点的颜色 饱和度特别的高 我也是今年用它用的特别的多 到现在我都特别的喜欢 然后这一支是CPB的 今年爱用品好多CPB的 非常提气色的一个水红色 特别显白 然后滋润度特别的高 这支唇膏它是买替换新的嘛 这是我第二支替换新了 我第一支已经用完了 所以可见就我用它的频率还是挺高的 再加上它的质地 就是特别的舒服 所以让人很愿意经常去拿它涂 最后一支就是我年底录的 Dior的这个 它是那种枫叶红 涂在脸上特别的显白 唇红齿白的 每次涂这个唇膏出去都会有人问 是什么唇膏是什么色号 这个色号在网上也是一度的火爆 是436 Ultra Trouble 这个质地是非常舒服 它既不是特别的哑光 也不是水润的那种 但是它上在嘴巴上 就是比比较原本出的 蓝色包装那个系列 要滋润的很多 就像奶油的质地一样 也是很推荐给大家 以上呢 就是我18年最爱用的一些彩妆品 希望大家这支视频看得开心 如果大家看得开心的话 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赞哦 然后我还会出 18年护肤品最爱用的视频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不付片的视频 我想我发这支视频的时候 差不多快到国内过年的时间了 所以我想在这里呢 给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边 事事顺心 天天开心 其实特别的感谢大家 就是从第一支视频到现在 对我的鼓励跟支持 还有对我提的一些建议 特别真心的感谢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边 我也会努力坚持的把视频的内容啊 剪辑啊这方面做好 希望大家能够多的期待我新的视频啦 那这期就这样吧 拜拜